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这个时候还是尘埃还没有落定 愿主能够保守他们在改选之后 疫情和经济能够好转 因为他们的整个的经济情况也会影响全球 求主能够保守他们脱离黑暗的势力 愿主能够继续地让老百姓 美国的老百姓保守他们的生活 保守他们的经济自由和未来 我们也围着新加坡献上感恩 我们求主你继续地保守新加坡的疫情 能够继续地受到控制 以致我们能够回到实体的敬拜 我们这时候也围着我们已经上任的新理事会成员 献上祷告 求主你帮助理事会 还有这些的事工的领袖们 还有牧者们能够积极地为明年的计划 来继续地努力 求主保守他们 给他们智慧 给他们力量来策划明年 我们也围着为信主的我们的家庭 献上祷告 求主你保守弟兄姐妹的父母 让我们以见证 以孝敬来带领他们来归向基督 我们围着今天邱牧师的信息 来祷告 求主你借助他的口 来再一次地对我们说话 愿神看顾保守整个崇拜的过程 奉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 欢迎弟兄姐妹来到我们今天的崇拜 愿神的恩典天天加添给你 使你凡事都充足 凡事都得利 诗篇二十六篇二到三节这么说 耶和华求你检查我 实验 保恋我的肺腑心肠 因为你的慈爱藏在我眼前 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 让我们这时候要以诗歌 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神 我把时间交给三平弟兄 大家平安 主日快乐 感谢主保守和看顾我们 来让我们以感恩 洗乐的心 一起歌颂 而称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以感恩 我们以感恩 要向祂参识尊 诉说祂奇妙作为 我要创业祂的作为 我要歌颂祂的自我 我要一生像耶和华祂 要向我一生歌颂 我心有这些耶和华 天天就够祂的秘密 要向祂参识尊 诉说祂奇妙作为 我要创业祂的作为 我要歌颂祂的自我 我要一生像耶和华祂 唱诗要向我一生歌颂 我要创业祂的作为 我要歌颂祂的自我 我要一生像耶和华 唱诗要向我一生歌颂祂 我要一生像耶和华 唱诗要向我一生歌颂祂的自我 我一生像耶和华祂的自我 唱诗要向我一生 我一生歌颂祂的自我 唱诗要向我祂的自我 神会荣耀为我挂灭 我的嘴比充满赞美 你真正的心 相复在你面前 爱若信也 使我看见 你感恩的心 令生生命过水 从你而来的温柔且悲 和德恩典 你竟然在顾我 和德恩典 你宝血为我流 和德恩典 你已尊贵荣耀为我挂灭 我的嘴比充满赞美 和德恩典 你已尊贵荣耀为我挂灭 我的罪已充满赞美 感谢主 感谢主 来让我们同心老大 主啊 感谢你的恩典 感谢你降世为人 为拯救我们脱离罪恶 甘愿被钉死在指指甲上 流血与生命 使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 求主你继续的看顾和引导我们 一步一步的走着人生命 求你引导我们 走你所喜悦的 行事为人 会荣耀你的 要继续我们 祭穷 kork用的音乐 求主耶稣的 lakhion 有些灵犯 祭穷要 confian誉 可 Dios 祈我是我的坐 你我走這一步 搞什麼的故事 都是你在保護 萬人中未獨 你愛我認識我 永遠不變平均 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 只是能別自如 你愛你受 將我緊緊抓住 一步又一步 只是幫我自如 你愛你受 請我走這一步 你是我的主 你我走這一步 搞什麼的故事 都是你在保護 萬人中未獨 你愛我認識我 永遠不變平均 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 就是能別自如 你愛你受 將我緊緊抓住 一步又一步 只是幫我自如 你愛你受 請我走這一步 你愛你受 請我走這一步 現在來到我們的家事分享 歡迎弟兄姐妹和目道友 參與今天我們的 線上崇拜 願神賜福你 我們今天下午兩點鐘 有主日學 由我帶領 我會講解 出埃及記 有興趣的弟兄姐妹 可以聯繫我 向我報名 第三項關於禁食與禱告 我們每週三 午餐的時間 與教會同步 進行的新生命教會 禱告呢 將會停止 暫時的停止 我們會用另外一種的方式 來禱告 我們會為 為信主的家人禱告 也請一些弟兄姐妹 來做見證 恩全小組 在11月27日 有聚會 時間仍舊是8點到9點半 我們新生命關懷中心呢 我們的課業監督性的 預覽區的小學生 在12月份 學校的假期 將會在每週六的下午 12點半到2點半 我們會開辦其他的課程 若你是有這個 彈其他的恩賜 可以與我聯繫 第六項 弟兄姐妹 若有需要代導 可以與我聯繫 我的聯繫號碼是 98172466 在冠狀疫情的期間 請用銀行轉帳的方式 來做奉獻 我們銀行贊付是 UEN198204057K 我們這時候 我們這時候 一起來謙卑地聆聽 求主恩牧師的正道 願上帝賜福 講的聽的 凡是遵守祂的話語的人 都蒙祂的赤福 各位新生命 精心教會的弟兄姐妹們 平安 我們一起低頭祷告 願天父你的話語 來建立我們 來栽培我們 讓我們的生命得到堅固 也求主 你讓今天早上 我們聽到你的話語 能夠存在心裡 反复心思想 也能夠行出來 願主你來與我們同在 奉靠主耶穌基督的聖名求 阿们 今天我們是來講 摩西十條誓命裡面的 孝敬父母 它就是第五誓孝敬父母 出埃及記二十章十二節 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 得以長久 在新一本的翻译裡面 是講得享常壽 這是有它一點的歷史 或者當時的環境的背景 因為當時這種游牧民族 他們都需要能力 因此他們的瘦數 而且在當時的環境 當時的環境的條件 和當時的情況 使到他們的瘦數都很長 而且在他們的整個的狀態裡面 他們都相當健康強壯 我們看到很老的時候 年紀很大的時候 好像亞伯拉罕99歲 還在擴展他的整個 上帝還使用亞伯拉罕 使他能夠建立了一個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一個族群 然後建立以色列國 所以你會發現 在當時這種得享長壽 在地上長久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祝福 我們來看這一段經文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 到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 思想非常的接近 當我們去研究聖經裡面 對孝敬父母這件事情的時候 確實是我們的基督教 我們的信仰和新的信仰呢 有一點的 甚至是非常密切的關係 因此很多人都說 基督教和 我們基督教和 猶太教的信仰有一些的 非常的接近 和我們中國的文化思想 是非常的接近 特別是中國人和以色列人的那一種文化 和這種傳統是非常接近的 在我們的中國的古代的社會的文化裡面 孝道是中國古代社會的 基本道德的一個規範 所謂的孝道的文化 如果我們從狭義來說 那就是關於關愛自己的父母 如果從狭義 從我們的家庭 從我們個人來說 它其實就是針對父母親 要孝敬自己的父母 但是在我們的中國的文化裡面 它是更有一個廣義的意義 當講孝的時候呢 它是存在關愛一種長輩 尊老敬老 其實 這是我們中國文化的一種特色 也是以色列人的一種文化的一種傳統 是相當接近的 我們華族 中華民族和以色列人的 西伯來人 猶太人的這種文化傳統是很接近 它不但是對自己父母親的孝敬 也是延伸 擴展到對整個社會的年長者的一種 關愛和一種的尊敬 所以在我們的中國的文化傳統裡面呢 我們去找典故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其實提到最早孝道的一本書 其實是在戰國的時候 周朝秦國的那段時間 有一本詞典 叫做《詞書之主》 就是詞典 第一本 中國第一本詞典 解釋字句的呢 它稱為 《尔雅》 所以在這邊呢 它有一句 非常的重要的一個典故 最初始的一個典故就是 善事父母為孝 就是很妥善的 很完善的去服侍 照顾自己的父母親呢 這個就稱為孝 然後呢在孟子 孟子呢曾經說 老無老以吉人之老 這個就是這個 剛才我所說的 在中國的文化裡面呢 孝不但是單單對父母親 也是擴展 延伸到整個社會群體裡面 對長輩老一輩的尊敬 所以在老無老以吉人之老 就是呢 孝敬照顾 關愛我們自己的老人 然後呢 普及到整個社會上的老人 別人的老人 就是大家互相的 在整個社會當中呢 就是照顾老人家 這個是我們基本的 一個觀念 它不是一種自私的文化 我只照顾了父母 其他老人家我不照顾 它其實不是 它是一種 社會性很廣泛的 從家庭到整個社會的一種的 文化的一種傳統 然後呢 在東漢的一個许聖 它說 在它的書 《索文解誌》裡面 它說呢 善事父母者 從老省 從子 只成老爺 它的意思是 孝氏是由老字 孝這個字呢 是由老這個字呢 它省去它右下角的形體 這個老字下面呢 的那個文字的形體 它是一個匕首的筆 省去這個匕首的筆 和子 就是孩子的這個子字 組合成為一個匯一字 就是從這個子裡面呢 你可以這個孝裡面呢 孝這個字裡面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字 孝道的這個意義 所以我們發現呢 從這個字裡面呢 在我們的中國的文化傳統裡面呢 孝字它是一個成仙起後 以身作折的一個楷模的一個字 這個孝字本身呢 就是一字的傳承 傳承先輩 一直到後代的 一種的成仙起後 而且是一種以身作折的 一種很重要的一個人的本性的一個流露 它老呢 它是指上一代 老是指上一代嘛 子是指下一代 然後上一代呢 它的意思就是說 在這個孝字裡面呢 上一代呢 這個老的 老字呢 這個老人家 或者是講長輩 長輩要教育保護好下一代 就是新的一代 然後它的目的是什麼呢 在孝字裡面 它是不要辜負了先輩傳承的責任 因此它是一代一代傳承的 父母親他要照顧 他要養育 他要教育 這個孩子下一代 其實是為了傳承他先輩的責任 就好像他們的 就是我們的前輩的前輩 先祖 他一代一代傳下來的那種責任 傳到父親的身上 老人家的身上 長輩的身上 就要再傳給下一代 然後下一代呢 當我們承受了這個 我們的前輩 我們父母親的 教育的養育的保護之後呢 我們要把奉養父母的責任 就扛在肩上 然後呢 就傳承著奉養父母 以養育兒女的責任 一代一代傳承下去 所以呢 兒女呢 在這個孝道裡面 兒女繼承老一輩的孝心 就是代代相傳 因此孝道是代代相傳的 我們也會發現 在我們很多的 中國的一些故事啊 一些的教育裡面 你會發現呢 他強調的是代代相傳 有一個故事就是講呢 有一個孩子有一天 他找了一個椰克 在那邊挖 刨那個椰克 那個椰子 刨成一個碗 然後他的父母親就問他 你為什麼拿那個椰克 要刨這個椰克 然後那個孩子就對他的父母說 你們也是用椰克做一個碗啊 給爺爺奶奶吃飯啊 所以我現在做這個椰克的碗呢 是等你們老了了 我把這個椰克的碗 給你們吃飯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意思就是講呢 我上一代的那個榜樣 下一代在學習 因此他一個很積極正面的 正能量的教育是什麼呢 是講我們要給下一代一個很好的榜樣 所以呢 上一代下一代 其實都在一代一代裡面呢 傳承這個孝道的這個精神 然後從字裡面呢 就可以看到什麼是孝呢 什麼是孝順呢 在中國校的觀念呢 是奄遠流傳的 從甲骨文的文字裡面 就體現了這個孝字 甲骨文就是中國最古老的文字 是當時的文明的 文明裡面的發展的最重要的文字的開始 其實它是造作那個形象 來好像一個圖形這樣呢 把它創造成一個字 所以你從那個字裡面呢 好像看到一個圖畫 你就明白那個字的意思 這個孝字好像一個面朝著左邊 長長頭髮的一個駝背的老人 然後他生前一個孩子 以頭扶持著老人 你會發現這個孝字 老字的本身 大家看這個老字的本身 就好像一個長頭髮的老人 這個是老的代表 這個它的形體 這個長頭髮的老人家 這個一個匕首 這個老字的下面那一部分呢 是匕首 然後他去匕首之後呢 再就變成了甲骨文裡面的一個 你看到這個小小的這個人的形狀呢 就代表了孩子 所以就變成了現在的我們的孝字 然後呢 如果你從整個甲骨文 還有歷代中國的朝代的發展 文字的發展 你就會發現它的那個形體呢 更加清楚了 甲骨文 最原始的甲骨文是這個樣子 最原始的甲骨文 後來慢慢就發展成這個的老字 在能夠找到的這個老字裡面呢 你會發現它的那個形體呢 其實最原始的是這個樣子 甲骨文 因為每一個地方 他們所發展的那種文字的特色 它有別 但是是類似的 在年代的發展當中 它是不斷的演變 到了經朝經文呢 你會發現 它真的是把一個老人家的那個形體 畫出來 一個小孩子 畫出來一個長滿頭髮 胡鬚的一個老人 然後呢 呵護著一個小孩子 然後呢 經文發展了之後 就變成比較像字了 然後呢 再到了第四 這個經文的演變發展 慢慢慢慢就變成小傳裡面的呢 字的一個形體 後來就成為我們所謂的 現在的 現代字體的那個孝字 然後呢 孝字是什麼呢 從我們現代的字的分析裡面的看到 它是一個老字和一個子字的結合 老子好像道教的老子 其實不同的意義 就是一個老人家 它這個老不是講 哦 不是講老人 一定是講老人 不是 它是講前輩的意思 因為老是得到尊的 被尊敬的 老在中國字不是一個貶義 它是一個被尊的 的意思 子是孩子的子 在我們聖經裡面 其實也是這樣子 白髮是老人的尊容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老字前輩呢 是充滿了智慧 充滿了各樣的經驗的 傳遞給孩子的一個意思 所以一個前輩一個後輩 然後我們看到 在中國的文化裡面 飲水思言感恩戴德 是非常重要 我們非常強調的是什麼呢 飲水思言感恩戴德 我們講 滴水之恩抱於湧泉 當然給你一滴水喝的時候 你要用像泉水這樣的大量的恩典 來報答人家的恩惠 所以這是一個很美善的表示 我很小的時候 在小學的時候就念一首詩 唐代詩人孟教的尤子林 此母守中獻 尤子身上衣 零星秘密逢 一孔遲遲歸 誰言寸草心 報得三村灰 這一句非常重要 誰說 好像一寸的小草 這麼小的孝心 能夠報答父母親 三村灰 三村就是三個春天的 那一個陽光的照射的那個溫暖 其實他三村的意思 不是講三年 是講父母親一輩子的那個照顧 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的那個照顧 孝道呢 就是呢 在我們的文化傳統裡面呢 是子女對父母的一種感恩的善行和美德 也是家庭中呢 晚輩在處理與長輩的關係時呢 一個具有的道德品格 不論是父母親或者長輩 叔叔伯伯 這些長輩呢 必須擁有 允許誓言感恩戴德的美德 所以你會發現呢 家族家庭的觀念 在我們的中華的文化裡面 在我們的家庭裡面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因為時代的改變 你會發現 現在慢慢慢慢的 大家也疏離了 因為整個發展下去的時候 物質的那種變化 各樣的關係的慢慢的疏離 這有時也是覺得很唏噓的 以前我小的時候 真的是父親母親呢 帶著我們去長輩的家裡面 現在呢很少有這樣的一個來往 特別是在城市的國家 城市的好像我們現在這種情況裡面 會比較少 但是你會發現在農村的社會 在一些比較鄉鎮的地方 還是很濃厚的 有一些在新年的時候 有一些城市的地方 都空掉了的 我曾經在金龍波侍奉的時候 一新村的時候 整個金龍波是空空蕩蕩的 在馬路上你可以走路的有時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回鄉去了 因為家裡父母親長輩全部在家裡面 爺爺奶奶 祖父祖母 全部都在家鄉 所以就回去了聚在一起 所以你會發現 這是一種 允許誓言感恩戴德的美德 在我們新加坡也常常 有時平時是很難見面 常常都用一些的社交媒體來聯絡 但是很多時候 到了新年的時候 我們大家在聚集在一起 回去父母親家一起吃團圓飯 這也是一種很好的一種孝道的表達 所以我們發現孝是什麼呢 它其實不單單是我們華人 中國人或者是猶太人 所謂的希伯來人 不是單單只有的民族 你發現每一個民族都有它獨特的一種孝心 在不同的民族的裡面 的心裡面 其實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一種人性的本源 上帝創造的一種屬性 在人的生命裡面 在創世紀一章26到27節 神說我要造作我們的形象 按照我們的樣式造人 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 空中的鳥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並地上所造的一切的牲畜 神就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造作祂的形象造男造女 因此在創造論裡面 我們所相信上帝創造世上萬物的 這一個聖經的教導裡面 讓我們看到 我們是有上帝的形象 Image 在一個中文的翻譯本裡面 叫做肖像 就是有那個樣子 然後那個樣子是很像 造作上帝的那個樣子 Lightness很像 是很像 因此我們有上帝的形象和樣式 有些世經家就講是部分 但是不是完全 因為上帝的形象和樣式 是我們無法可以形容 無法能夠表達的 因此我們只是擁有部分 但是卻是上帝去核心的那個形象和 一樣是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因為我們說暗座 上帝的形象一樣是造的 因此在我們中國的孔子的論語 《孝道篇》裡面他講 父子知道天性也天性來的 上天所赐的 他意思就是講 在人形成的時候 那個生命已經在裡面 是一種天性 然後在孔子也說 今之孝者是未能養 至於全馬皆能有養 不盡何以別夫 孔子這一句話是非常重要 他將人和牲畜動物野獸完全的分別 野獸動物他其實也有孝心 我小的時候 小學的時候也讀到 烏鸦有繁埔之恩 當小的時候 烏鸦爸爸媽媽來養育這個小烏鸦 當小烏鸦長大的時候 他的父母親變成老烏鸦了 因此這個小烏鸦就會去 把那些食物去供養在草裡面的 不能再飛 不能再找食物的烏鸦 所以你會發現 動物生畜 這種鳥類有生命的 他都會懂得怎樣 來孝敬養育 擅養自己年老的父母 但是孔子是怎麼說 如果我們認為孝順就是能夠養的話 這樣我們和動物有什麼分別呢? 和這種野獸和這種家禽 這種有什麼分別? 和狗和馬有什麼分別呢? 問題是他的重點是要我們孝敬 因此我們講孝順的時候就是講孝敬 如果不敬何以別夫呢? 我們要和這種牲畜 這種牲畜動物 野獸的分別是什麼? 我們懂得尊敬 我們要尊敬 這個敬這個字呢 孝這個字 遠遠大過於養這個字 養他活 給他供供應他的需要 給他吃喝 不是單單於此 他更重要的是一種尊敬 所以如果我們不懂得孝敬的話 和這種野獸有什麼不同呢? 因此當我們來看孝的時候 孝這個字的時候 這個圖畫就很涵蓋了 也就是當老的時候 父母親年老的時候 年輕人要背著他 所以這個孝字的孝字是在老字的下面 他是背著他 孝敬父母是背著 要背不容易 他背的意思其實是一種尊敬 讓老人家能夠被保護 也能夠繼續的行走 但現在我們有輪椅 時代不同有輪椅 這個字只是一個形象化告訴我們 在人的心中 我們是背負著尊敬養育 善養父母的責任 在《出埃及記》21章17節 其實說 咒罵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 《利未記》20章9節也重複 凡咒罵父母的總要致死他 他咒罵了父母 他的罪要歸到他身上 《馬太福音》15章4節 主耶穌也說 神說當孝敬父母又說 咒罵父母的必致死他 罵言語上的這種暴力 其實就是不尊敬 不孝敬的意思 所以你會發現 這和如果只是養 只是供應他們日常的飲食 飲食起居 這樣就和動物野獸沒有什麼不同了 但是我們懂的是要一種背負 一種孝敬尊重尊敬的一種的態度 然後我們繼續來看的時候 我們來看聖結國度的一個樂章 當我們來到聖經裡面 我們就會發現呢 它其實是非常核心重要的一個道德 倫理的一種的教導 它是一個樂章 所謂樂章就是憲章 或者我們稱為法典 其實和國家立國都有一個憲法 一個憲章 這個是什麼呢 這種立樂 整個國家 整個社會 就造作這個當時的這種精神樂章 有法律 約束力的這一種教導呢 來延續下去 出埃及記十九章一到六節 這邊講到 上帝頒布十條見面給摩西的背景 出埃及記十九章一到六節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以後 滿了三個月的那一天 就來到西乃的曠野 他們離了利菲丁 來到西乃的曠野 就在那裡的山下安寅 摩西到那裡 耶和華從山上呼喚他說 你要這樣告訴雅各家 小玉以色列人說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 你們都看見了 且看見我如因 將你們背在翅膀上 帶來歸我 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 遵守我的約 就要在萬民中做属我的子民 因為全地都是我的 你們要歸我做祭司的國度 為聖節的國民 這些話你要告訴以色列人 這邊很清楚告訴我們 出埃及地 上帝沒有在埃及地 頒布十條見面 然後出埃及 沒有 是出了埃及 離開了埃及 他們幾多年 從約瑟開始 一直到雅各 帶領一家人進到埃及地 這麼多年的一種族群 在那邊繁衍 在這種年歲裡面說 潜移默化 在埃及裡面 接受了他們的那種文化 接受了他們那種信仰的那種熏陶 你會發現 潜移默化 他們已經和埃及的那一種情況 沒有什麼分別 因此你會發現 以色列人 他們都會比較傾向於埃及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的先祖都在那邊生活了 好多好多好多幾百年的那種年歲在裡面 然後呢 這邊他講得很清楚 用背在如鷹 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帶來歸我 這個什麼呢? 當老鷹的這種小的鷹 他們要學飛的時候 老鷹是怎樣呢? 是將他們從窩中 掀起來放在背上 讓這種小鷹跳到背上 然後呢 他就飛到高空 然後就把那個小的鷹 丢出 從空中丢出去 從他背上丢出去 然後那個小鷹就開始掙扎 揮動他們的翅膀 就這樣慢慢慢慢的學飛 當他累的時候 往下墜落的時候呢 那個老鷹就會飛過去 那個老鷹就會飛過去 把他的孩子又重新戒在背上 這樣一直訓練他 讓他能夠飛 所以你會發現呢 在這段經文的背景裡面 讓我們看到呢 以色列人離開埃及的時候 在上帝的眼中 他好像是一隻小鷹 上帝把他自己形容成一隻老鷹 把小鷹放在背上 要他們學飛 學一種新的方式 以前是躲在那個草裡面的 不會飛的 他們的生命是被困鎖的 沒有自由的 當他們離開埃及地的時候 就要訓練他們 重新給他們新的價值觀 新的生活的方式 所以要聽什麼呢 神的話 要遵守神的悦 這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一種新的理念 新的價值觀 新的信仰 他的是什麼呢 要做祭司的國度 聖結的國民 意思是在埃及 是什麼呢 不聖結的 在這邊我們看到 全世界呢 是獨一的真神 大家都已經聽了 不同的講章 在解釋這樣的一個經文 第一 到第四 是和神有關係 不可有別的神 不可雕刻偶像 不可望成耶和華的名 當紀念安息日 守為生日 不可出現在 出現在後面 無論何工作都不可做 什麼工作都不可做 因此 頭世界 他不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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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種警戒與審判 後六界呢 全世界是讓以色列人 重新認識獨一的真神 獨一的真神 為什麼呢? 他們在埃及所拜的神 他們埃及所認識的神 有金牛肚 有老鷹神 有貓神 有犬神 埃及是一種敬拜大自然 萬物的 這種生物的那種宗教樣式的文化 所以這邊它是一種認識獨一的真神 那到了後六界是一種社會的道德與秩序 它講 第五界一開始 後六界裡面的一開頭是什麼呢? 是當孝敬父母 使你的日子在耶娃 你神所赐的地上 得以長久 新一本翻譯成是得享長壽 這一個説明呢 就是一種允許祝福來的 裡面沒有看到不可 不可不孝 不孝敬父母 它沒有用這樣的方式 它是用比較正面的 正能量的方式來教導 你會發現 在全世界裡面 是用一種 你會發現 比較用什麼呢? 比較用負面 不可不可不可 但是到了孝敬父母的時候 是用一種很正面的方式來教導 但是從第六界開始 不可殺人 不可監獄 不可偷刀 不可作假見證 賤害人 不可貪戀人的房屋 也不可貪戀人的妻子 鋪壁牛驴壁壩 那些所有的 又回到了一種警戒 以審判的方式 不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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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發現 在這樣的一種环境裡 一種憲法 這種憲章裡面呢 第五個説明的 第五條説明的 這個孝敬父母是很獨特的 而且它是處在這個社會道德 與秩序的這個 後六界的第一界 把它放在第一界 然後 是什麼意義呢? 我們可以揣摩一下 上帝人的心意 第一,我們看到 是一種外邦之地 以聖結國民的那種分別 因為以色列是寄居在埃及裡面 他是奴隸 被埃及人所奴役 是被困綁的 是被虐待的 因此整個的信仰 整個生活方式 他們已經從小在埃及長大 同化了了 整個生命都好像埃及的那種生命 只不過地位是非常卑微的 因此呢 十條説明其實是 應對埃及的宗教與道德的那個敗壞 十條説明是應對埃及的宗教與道德的敗壞 因為他們離開埃及之後 就好像那個小的鷹 離開巢穴的時候 老鷹要把它訓練成一個新的一隻鷹一樣 全世界是獨一的神 後六界是社會的道德與秩序 要和埃及完全的不同 因此每一條的説明 其實都是針對他們和埃及人相處 在埃及裏面潛移默化 同化了的那種生命的數字 要改變成一個聖結的國民 然後我們看到從文獻裏面 我找到一個很特別的 養女防老的思想差異 在埃及裏面是沒有養兒防老 他們是養女防老 為什麼呢 因為兒子有一個特權 有一種權利 那個權利不是孝順父母 那個權利是你可以選擇去孝敬父母 你可以選擇不供養 不孝敬你的父母 可以的 然後如果兒子願意養就養 不願意養就算了 沒有一種道德的良心的那一種責任 也沒有那一種牽掛在那邊的 但是對女兒來說它是一種義務 你必須做的 所以在埃及人 因為它是一個母系的社會 對嗎 女性的特權是非常大 雖然法老王是男的 但是它真正影響整個埃及民族的 很多時候是女母系的社會裡面的那種影響 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樣的一個社會的結構裡面 兒子對父母親的供養是可有可無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的經濟和能力遠不及女性 因為在埃及是一個很開放的社會 那個女性的那種思想價值觀是完全開放 他們可以做生意 他們學習有自己的收入 製作香料 服裝 假髮 所以你會發現整個的埃及的整個文化都是 比較是屬於一種女性的那種 掌控的那種文化 這個是不對的 我所謂的不對是從猶太人從我們聖經角度 在埃及他們文化裡面有他們的特色 是要尊重的 因為他們的文化的特色是這個樣子 社會的架構和特色是這個樣子 在上帝要以色列人的不是這個樣子 因此他們必須脫離 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裡面 你就會發現為什麼會將這個孝敬父母 放在這個社會結構 這種社會道德倫理的 家庭倫理的這一個教導裡面呢 他放成第一位 為什麼呢 因為不論是男不論女 都必須孝敬父母 脫離埃及的這種影響 所以第五屆 當孝敬父母的日子 在要安於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長久 然後我們中國有一句話說 擺善孝為先 後面之後人有擺善孝為先 是清代的 開始的一句話 擺善孝為先 我們也很多時候就認為 這是一種魯家的思想 擺善孝為先 所有的善事 所有美善的事情 德行孝敬父母是最先的 最大的 然後孝為德之本 孝為德之本 所有的品格 所有的美德呢 最大的 它的基礎是什麼呢 孝道 如果你不懂的孝 所做的一切都是什麼呢 假的 虛為的 如果一個人在家不懂的孝敬父母 在外面你做任何慈善的事情 那外面就算是開老人院也好 照顾老人也好 做什麼都好 但是因為你不孝敬父母 沒有了那個基本的價值觀 孝敬的話 連自己的父母親都不孝敬你 你怎麼會去愛外面的老人家呢 社會上的老人 孤苦的老人呢 所以那是一種 可能是出於一種 別有用心吧 所以你會發現 在整個的我們的中華的文化裡面 孝道是最重要的 然後你們做兒女的 要在主裡聽從父母 這是理所當然的 以佛所述六章一到三節 然後二和三節 它是同樣的一句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 再次長壽 這是第一條 待允許的説明 第一條 待允許的説明 説明裡面都是什麼呢 審判 宣判 警戒 但是呢 這是第一條 也是唯一一條的重要的訊息 所以弟兄姐妹 你會發現 在整個的思想裡面呢 孝敬父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當我們來看 接下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 上帝國度與良善子民 上帝的國度 但來到以色列人的時候呢 這個民族 新的一個民族 上帝從埃及地 拆遣出來的這個民族 我們可以看到 一個新的一種生活方式出現 十屆是兼顧上帝子民的信仰 生活以道德品格 馬可福音十章十七到二十一節 耶稣出來行路的時候 有一個人跑來 跪在他面前 問他說 良善的夫子 我當做什麼事 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對他說 你為什麼稱我是良善的 除了神之外 沒有良善的 説明你是曉得的 不可殺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見證 不可虧父人 當孝敬父母 他對耶稣說 父子這一切我從小都遵守了 二十一節 耶稣看著他就愛他 對他說 你還缺少一件 你還缺少一件 他說 你還缺少一件 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 就必有財寶在天上 你還要來跟從我 在這邊很重要 讓我們看到 在這邊 他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孝敬父母 你會發現 在第十九節裡面 當主耶穌重複十節裡面的 後六節的時候 孝敬父母變成後面的一句 不是第一句了的 然後他的排列順序有了改變 我們首先要知道的是 主耶穌在這邊 不是在教導十條界面 因為對西伯來人以色列人來說 他們是非常從小就認識就了解 就認識就了解十條界面 因此呢 這個孝敬父母 是對他們來說是非常懂的 然後我們有一個習慣 有這樣最重要的呢 或者放在第一 有時是放在最後出現的 他所强調的 不是在第一呢 就是在最後 我們常常講話 什麽什麽什麽 最後最重要的 大家要記得 什麽什麽什麽 你會發現 最重要的 在後面提醒 强調的是放在後面 無論如何怎樣 我們會發現 在整個善行裡面 當孝敬父母 成為了一個 最基本的一個要求 這邊看到主耶穌愛他 這邊講到善事的時候呢 善行的時候呢 耶穌很喜歡這個 年輕人 爲什麽呢 因爲他能夠行出 十條誡命的要求 在這邊我們看到 主耶穌提到 要孝敬父母 馬太福音十五章 四到六節 神說當孝敬父母 又說 咒罵父母必支持他 你們倒說 無論何人對父母說 我所當奉給你的 已經做的貢獻 你就可以 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 這就是你們借作遺傳 廢了神的誡命 馬可福音七章十到十三節 同樣的一件事情發生 摩西說 主耶穌在和法利塞人交流的時候 他說 摩西說當孝敬父母 又說 咒罵父母的必支持他 你們倒說 人若對父母說 我所當奉給你的 已經做了戈爾版 戈爾版就是奉獻的意思 供奉的意思 以後你們就不容他再奉養父母 這就是你們承戒遺傳 廢了神的道 你們還做了許多這樣的一件事情 這邊讓我們看到 上帝國度和上帝的選民 在神和人之間 在對神的敬畏 神的誡命 對敬畏神 敬拜神的那個要求 和對社會 道德 家庭 倫理的品格的那個要求 是並行的 他是並行的 因此 主耶穌說 立法是什麼是最大呢 要盡心盡益盡 盡心 愛主你的上帝 然後 接下來相仿的 同樣的就是 要愛人如己 在這邊呢 法利塞人有一個條文 是什麼呢 如果你奉獻了給聖殿 你就叫做戈爾版 有一個特別的一種的制度 一種奉獻 你奉獻了之後 你可以不用供養父母的 因此就成為了一條出路 他什麼呢 可以不用供養父母的 他可以不要孝敬父母的 為什麼呢 很簡單 我奉獻給神 因為神大嘛 聖殿大嘛 只要我奉獻給神 就好像還了我的願一樣 我就可以不用孝敬父母了 這是不對的 主耶穌怎样說 怎样說呢 是廢了神的道 就是 其實當你不孝敬父母 你把那種 社會的一種責任 家庭的一種責任 道德倫理 你把它廢去之後 其實就是廢掉神的道 因此呢 這種遺傳的傳統呢 成為了敗壞的一種信仰 主耶穌還說 你們還做了許多這樣的事情 就是對法利塞人的這種審判 這種責備 而且是嚴重到 你奉獻了之後 就不許他們再奉養父母了 成為了一條規律 你奉獻的是什麼 你不可以再孝敬父母 很奇怪 父母就這個和禽獸怎麼不同呢 和禽獸沒有什麼不同啊 就是什麼呢 你可以用另外一樣的事情來取代啊 取代孝敬父母這麼重要的事情 因此對神來說 對上帝來說 對我們的主耶穌來說 孝敬父母是非常重要 沒有一個傳統 遺傳的一種的文化傳統 可以取代上帝 《審命》裡面的孝敬父母 孔子說 人者人也轻轻為大 它的意思是什麼呢 有人愛的人 人是人愛 有人愛的人要將 愛父母親以親人 就是長輩前輩放在第一位 放在第一位 人就是愛人 人這個字是愛人 因為孔子提倡人嘛 人 人字 人愛 然後他的弟子孟子呢 就從這個人字發展成善 善 所以你會發現 人之初 性本上那個 人是善的 孔子說人是人愛的 充滿人愛的 人就是要愛人 所以孔子他所強調的是要愛人 這樣愛自己的父母親足是最大的人 在所有的人愛裡面 愛自己的父母親足是最大的人 所以你會發現 在整個人的良心和本性裡面呢 孝敬父母是最大的一件事情 人也清清為大 在我們基督教的獨特的一種核心的信仰 在聖經裡面看到很特殊的 幾乎你沒有看到別的地方 沒有看到這樣的一種 對信仰的一種 神和人之間的詮釋 上帝和主耶穌的關係 主耶穌怎樣來詮釋呢 约翰福音一章十八節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 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 將他表明出來 主耶穌是上帝的獨生子 他要獨生子 這種人倫的關係 讓人明白神和他之間的那種關係 上帝聖經那麼說 我今日生你 上帝今日生主耶穌 這個生不是好像從母親懷胎生出來 它是這樣的一個表示 神和主耶穌之間的關係 在父懷裡 在天父懷裡的獨生子 主耶穌將天父表明出來 然後約翰福音十章十七節 我父愛我 因我將命捨去 好再取回 意思意思就講 主耶穌要定十字架 完成了上帝的救赎的計劃 然後呢 然後他要回到天父那裡去 就被講父 我父愛我 天父愛他 然後約翰福音十章三十節 我以父原為义 主耶穌和天父 是同意的 是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講 三位一體聖父聖子聖靈 是原為义的 三位一體的神 我以父原為义 然後在聖經裡面 教導我們 上帝和我們基督徒 信徒的關係是怎樣呢 馬太福音十二章五十節 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親的 主耶穌用什麼呢 倫理用家庭的那個觀念 來講我們的信仰 天父和我們的關係 遵守天父旨意的人 就是主耶穌的兄弟姐妹 和母親的 然後大家同有一個天父 是誰呢 是耶和华 我們的神 約翰福音一章十二節 凡借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吃他們全病 什麼呢 做神的兒女 因此當我們相信 耶穌基督是救主 我們相信 主耶穌 神免了我們的罪 我們見到主耶穌 成為我們的救主 我們認罪悔改 主耶穌怎样說呢 就是信他的 借待他的 然後呢 我們就是上帝的兒女了 我們是神的兒女 使徒保羅 這麼說 羅馬書八章十六節 聖靈 與我們的心同正 我們是神的兒女 三位一體的真神聖靈 和我們的心 因著我們的相信 我們的信仰 我們一起證明 我們是神的兒女了 我們的天父 在天上 我們是他的属神的兒女 然後最後我們要看到 孝敬父母的善行 當我們有了 知道了 從我們的社會文化背景裡面 了解的孝道 孝敬父母之後 我們從必須行出來 能夠行出來才是真正的認識 行出來才是真正的 把那個我們所相信的 能夠活出來 第一 要發自內心裡的孝順和尊敬 不是做給人看的 是發自內心的 然後呢 第二 言語行為上的尊重和誠懇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我們和野獸 和那種動物的不同是什麼呢 是我們不是單單的養 奉養而已 我們是什麼呢 有一種尊重和誠懇的心 在言語行為上 我們要非常小心 懂得如何和父母親 正常正確的方式來相處 然後第三 我們用感恩圖報的心 供應和奉養父母親的需要 父母親年老了不能工作了 可能經濟上有一些問題 有一些老人家可能他有儲蓄什麼 因此不會要求孩子什麼 但是有一些老人家是需要孩子 供奉供養的 我們要感恩的心 然後有一些父母親他們雖然有 有盈餘他們也相當富有 但是做孩子的也需要略表心意 雖然父母親講不要不要不要 但是當孩子有一種供奉 有一種供養 還是按時的供應父母親的時候 父母親也會感受到那一種喜樂 因此不是講父母親有錢 我就不管 其實不是這個樣子 這是一種孝心的 孝順尊敬的一種供奉和供養 有一天晚上我做德士和一個老人家 他是德士司機 大概有70多歲吧 他告訴我 接近80歲 然後他講 我講 Uncle你年紀這麼大了 還這麼辛苦 在夜班的德士 他講沒有啦 他講在家做這 煩了會很容易老年自呆的 做工出來賺錢 然後他講我的孩子都大了 都大學畢業從國外回來了 工作很好 我都有孫了 孫都大了了 然後我現在憑自己的能力賺錢養自己 雖然孩子也有給啦 但是我覺得不要一直伸手拿 這個是一個很明理的一個父親 他講我現在賺到的錢 其實都是給孫的啦 孫要什麼我都給他們的啦 然後我自己供養也比較開心 然後孩子也有給我 但是他講工作是一種神聖的一種的勞力 所以我還是繼續工作 我覺得這個老人家非常的不同 但也可以看到他的教導也很好 他的孩子還是繼續供養他 但是他還是自食其力 在努力的工作 我們想輕服輕服想輕服 但是很多時候沒有想到 其實工作才是維持一個人健康的思維 和健康的體魄的一種的方式 然後第四 我們要謙卑恭敬 聆聽教導 以順著 現在的孩子很大的問題就是講 你過時了啦 講的是什麼 當然有時父母親因做社會背景 或者因著整個的教育 或者他們所認識的人 或者他們的我們的父母親 那個年代和這個年代 其實真的是有些不同 但是我們還是要很謙卑恭敬的 雖然表達的方式不同 但是他的出發點和他的那個內涵 很多時候還是有意義的 比如教導人如何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如何小心如何謹慎 這些的他的生活的這一種歷戀 能夠給我們一些提醒 不要看不起父母親他過時了的 連手機都不會用 電腦都不會用 什麼什麼 看清自己 鄙視自止父母親 這是絕對不好 這是對父母親的不尊重 那一個尊重父母親 他教導順責 他的訓責 雖然有時不是很準確 但是我們還是恭敬的聆聽 然後他裡面還是有他的很好的出發點 和那個內涵在裡面 然後第五 我們要重新誠心的聽從教委 努力的改正 要將父母親勸勉的話語 思想了之後 我們要改正 要行出來 然後第六 我們要順服父母親 不違背上帝律法的吩咐 這個是我們基督徒所當做的 如果有違背上帝律法 我們的信仰的吩咐 我們要好言的來解釋 然後也要站穩我們的立場 特別是一些違背道德 良心的一些事情 我們絕對不做 一些犯法的事情絕對不做 得罪神的事情 我們也不做 但是我們不是用那種對抗 不是用那種批示 責備的方式來對待父母親 是好言的相勸 然後我們寧可吃虧 被責備 我們要堅持我們的立場 不違背神的律法 不違背道德 品格的那種準則 也不違背法律上的那個標準 然後第七 我們要忍耐容忍所有的 軟弱和缺點 是的 沒有完全的人 人非聖賢 俗能無果 所以你會發現 父母親也有他的軟弱和缺點 我們要包容他 忍耐他 然後盡所能的陪伴 享受天倫之樂 盡所能的 能夠和父母親在一起 我們新加坡政府 確實是非常想得很周到 連家庭大小的事物 他們都很關心 有一個三代同堂的組 我覺得是超棒的一個設想 然後呢 父母親和孩子 也有一個空間相隔 但是卻能夠彼此的照顧 還有一個 我記得還有一個措施就是 和父母親住在同一個陵裡 有津貼 就是鼓勵孩子 要和父母親 有一種維繫的那種關係 讓父母親不會孤單 不會孤獨 然後最後很重要的第九 老若患病之際要照顧和父 不要把父母親丟在醫院 丟在老人院而不顧他 當然很多時候工作上的緣故 因做要照顧老人家 會面對困難 把父母親放在療養院老人院 要不然在家裡面是沒有人照顧 也很危險 有些人就選擇請女佣 但是有一些 因為有疾病 也需要有照顧 因此就放在一些療養院 但是我們還是要 學習照顧和呵護 我們的父母親 不要把他 棄之不顧 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 最後第十 信耶穌得永生是最大的福氣 我們要盡力的將福音傳給父母親 讓他們也能夠和我們一样的 認識耶穌基督是救主 得到永生 基督前面 因為上帝幫助我們 讓我們在這時代 能夠榮耀他的名 也能夠做兒女的責任 我們也做父母親 因盡的責任 成為一種 教導榜樣 來使我們下一代 能夠繼續傳承 我們中國 中華文化傳統 特別是我們 宗教信仰裡面 基督教裡面 所强調的美善 就是什麼呢 孝敬父母 代代相傳 代代傳承 我們一起低頭禱告 因為上帝幫助我們 讓我們謙卑地 學習你的話語 讓我們聽了 我們既在心裡 反覆思想也行出來 願主你自己恩待我們的父母親 吃給我們父母親 有平安 有喜樂 也吃給我們父母親 身體有疾病的 求主你醫治 他們有認識主的 求主你的聖靈 感動 臨到他們 讓他們認識耶穌基督 是救主 吃給我們父母親 平安 喜樂 健康的時候 主你與他們同在 也吃給我們的兒女 也能夠學習 同樣的榜樣 讓我們代代相傳 將主你自己的話語 能夠行出來 奉靠主耶穌基督的聖名求 阿明 來 讓我們一起唱 回音師歌 符模樣 好 losses 末至少 饒見 是 般壞 次 如果一切传 也伸伴我无人 也若你奔对恨恨 你梦思一念 莫非天在此外 开戒我这知之心 为我天怕弯 祭面贷我冰冠 感受人多自然 父母一世奔家 祝费全畅生 推动送乱世的情生 祝贺生本分 此生就照顾发 挂着尚被伯家 在世国 飘搏 不想放置佛 三大队 每次参天白� 父母一世奴 日生罢我无人 父母一世奴 日生罢我无人 有用命 等祂行下 祝费全畅生 日生罢我无人 祝费全畅生 日生罢我无人 祝费全畅生 日生罢我无人 永不改变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我们再会 这期间在海中的地震 他们还没在信命 我们再会 未联系 我们再会 在海中的地震